大家好,我是木木 社保交满15年,退休能领多少钱? 这个可要好好用公式算一算 养老金的计算公式是 养老金等于基础养老金加个人账户养老金 其中,一,基础养老金等于全省上年度在港职工月平均工资 加上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除以2 乘以缴费年限乘以1% 二,个人账户养老金等于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激发月数 根据规定,每人缴费工资平均指数每个单位是不相同的 一般在0.6至3之间 即以计算年度在港职工平均工资60%至30%为基础缴费 主要是考虑收入水平的差异 收入高,交费指数就高,但不超过3 根据上述公式,假定男职工在60岁退休时 全省上年度在港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00元 那么累计缴费年限为15年时 能领到的钱有这么多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0.60 基础养老金等于4000元加4000元乘以0.6 除以2乘以15乘以1%等于48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1时 基础养老金等于4000元加上4000元乘以1 除以2乘以15乘以1%等于60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30 基础养老金等于4000元加4000元乘以3除以2乘以15乘以1%等于1200元 累计缴费年限为40年时 能领到的钱有这么多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0.60 基础养老金等于4000元加4000元乘以0.6除以2乘以40乘以1%等于1280元 个人平均缴费基数为30 基础养老金等于4000元加4000元乘以3除以2乘以40乘以1%等于3200元 退休时若想从社保里夺领一些养老金有三个发力方向 1.讲的时间长一点 2.找个好一点的省份工作 3.找个正规单位努力工作 省职加薪 本视频素材来自网络由木木剪辑并配音 如果你喜欢木木 请您点赞并分享 更多科普小视频 请关注直立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